如果你就要去巴黎岛旅游,不知道在什么,或是怕落在什么,别担心,请看小杰的介绍分享,总共有21个项目你可以事先准备好。 相信我,准备好这些东西,你也可以是巴黎岛旅行专家。 很重要的事就是确保你的护照是有效的。 如果你的护照有效期不到6个月,到了机场是无法登机的哦。 还有要注意印尼的签证要求。 如果不清楚可以看看我们准备在视频下面的连结。 我们有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旅游行程计划 规划好你的行程,包括航班、住宿和活动。 巴黎岛是一个适合自由行的地方。 要去什么景点? 要住哪个区域? 如何安排假期? 这个真的是说也说不完。 下方的连结里我们准备了一些行程推荐。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哦。 健康 上一集我们提到的巴黎岛肠胃炎 是一种最常见的旅行病。 要如何预防? 如何自己治疗? 可以点击这边我们有详细的解说。 免得一人生病毁了全部人的假期哦。 旅行保险 建议购买旅游保险。 旅行难免会碰上一些意外的健康问题, 或是一些被取消而产生的费用。 有旅行保险的话, 只需一点费用就可以比较安心出游了。 货币 在巴黎岛使用的货币是印尼顿。 我们建议大家先在你的国家换一些美金。 在抵达后找MoneyChanger换成印尼顿。 关于换钱的话题以及注意事项, 我们有机会再做成另外一集。 因为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 衣服 巴黎属于热带气候。 因此建议穿着轻便舒适的衣服。 怕冷的人可能需要戴一件薄外套。 有时候晚上或下雨气温比较低。 或在有空调的地方可以披着。 避免受寒。 防晒 巴黎岛位于赤道附近。 像是防晒霜、帽子和太阳镜等都要准备好。 在白天外出时以保护自己免于晒伤。 这个在当地的超市买也是一个更省钱的好主意。 要怎么买呢? 你们可以看看巴黎岛超市买什么。 这一集哦。 鞋类 带一双舒适的鞋队旅行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巴黎岛有很多景点要上下楼梯。 你还要考虑是不是有去海滩。 是不是旅途中有参加登山、见走。 有没有需要素吸、饭粥。 这些都需要考虑进去哦。 个人用品 不要忘记带上牙刷、牙膏、洗发精、香皂和卫生纸等物品。 什么? 卫生纸还要自己带? 没错。 卫生纸一定要带。 这个我们在下面的连结有详细的说明哦。 插头与电压 印尼或巴黎岛的的插头形式与电压 跟台湾、中国、马来西亚等地都不通用。 携带电器一定要确认有支援220V电压。 插头转接头可以在当地超市购买。 有支援220V的多孔延长线带上一个。 这样就只需要一个转接头就够了。 相机 巴黎岛是一个有很多梦幻美景的地方。 因此考虑带一台相机或好一点的拍照手机。 用来捕捉你的美好记忆。 拍摄美丽的风景, 还有与朋友和家人的珍贵合影。 对了。 还有记忆卡可别忘了带哦。 水。 多喝水以保持水分是很重要的。 所以可以考虑在便利商店或超市购买大瓶的瓶装水。 出门的时候装在一个可补充的水壶。 至于买水我们推荐的三个品牌。 可以点下面连结里面的说明。 防蚊蚊蚊子叮咬在巴黎岛可能是一个烦人的问题。 被蚊子叮咬不仅骚养难耐。 还可能带来登革热的风险。 所以保护自己免受蚊虫叮咬是很重要的。 这样才能度过愉快的假期。 防蚊蚊可以考虑在当地的超市或便利商店购买即可。 价格便宜又有效哦。 急救包 出国旅行时 一个小型的旅行急救包是必不可少的物品。 因为在外国时 身体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 缺少医疗资源是很可怕的。 因此准备一个小型急救箱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你可以在里面放一些常用的药品。 如止痛药、OK崩、消毒剂等等。 方便随时自救。 旅游指南 Google地图和实用的旅游指南是旅行的好帮手。 Google地图可以帮助你导航、认识方位、 用来算点到点的旅行时间。 但是Google地图在巴黎岛可是常常是零里。 怎么说呢? 如何计算正确的旅行时间呢? 有什么推荐的旅游指南吗? 别急,我们在底下的连结会告诉你。 雨伞或轻便雨衣 巴黎岛一年四季都有降雨的可能。 山区比较会下雨。 雨季的时候降雨的几率更高。 为了避免下雨打乱你的旅游计划和宝贵的时间。 最好带着一把雨伞或轻便雨衣。 随身腰包 将你的护照、驾照或其他形式的身份证明一直戴在身上。 这一点很重要哦。 曾经有人的旅馆被闯空门护照也被拖走了。 造成很大的麻烦。 还有一点是随身腰包尽量选择可以防水的。 以避免突来的大雨或上山下海被弄湿。 信用卡 在国外旅行最好带着一张可以在国际上使用的信用卡。 一般是建议带着VISA卡或MASTER卡。 在巴黎岛可以刷卡的地方都可以使用。 带着信用卡的好处是可以用来支付紧急的额外支出。 但是大多数银行都有收取一笔海外交易费。 因此用信用卡方便是方便。 但是其实并不划算哦。 行动电源 充电宝 在旅行中拥有足够的手机电量是非常重要的。 毕竟手机是你在旅途中的重要工具。 它可以用于查找路线、拍照、连接网路等。 因此在前往巴黎岛之前。 请确保您带了足够的充电宝。 同时别忘了带上足够的充电线和插头。 以防需要充电时无法使用充电宝。 泳装 巴黎岛周围都是美丽的海滩。 就算没有打算去海滩。 旅馆 Fill的游泳池你总不能错过了吧。 泳装可以先买。 或是到巴黎岛有时间慢慢逛慢慢挑。 巴黎岛的泳装可视款式又多又漂亮哦。 旅行毛巾 到巴黎岛旅行。 带一条轻便。 快干的旅行毛巾是非常实用的。 巴黎岛到处都是海滩、游泳池。 用自己的毛巾在使用上会比较安心。 减少卫生上的疑虑。 防水包和防水壳。 巴黎岛玩水。 碰到水的机会可能超乎你的想象。 有时候走在路上涂来的阵雨。 沙滩上的嬉戏追逐。 泳池俱乐部的放松休闲。 或者瀑布密境的深入森林。 一个防水材质的包包这时候就显得很重要啦。 另外摄影器材的防水壳可以让你的相机避免损坏。 还可以下水拍摄哦。 购物贷。 去巴黎岛要带购物贷哦。 因为你可能会很意外。 不管你去超市、便利商店买东西。 路上的小贩杀价购物。 他们都不提供塑胶贷。 要不另外花钱买,要不就买购物贷。 不然你就只能自己想办法抱回去。 这其实是巴黎岛近几年来的限速政策。 避免给巴黎岛制造更多的塑胶垃圾。 因此在巴黎岛要买东西。 我们最好自备购物贷哦。 我好像挤手告诉你, 我好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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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自处。